我们看国家无墓局消息 我国正在发掘 迄今为止等级最高的出国墓葬 五王敦墓 墓主人极有可能是出考猎王 然后呢 我看了一下评论 果不出所料 下边啊 各种节奏怪阴阳怪就来了 人家在下边躺得好好的 你给人家挖出来 因为现在是发布阶段性成果 还在挖 今天新闻刚出来 过几天大家看吧 这种留言会更多 今天我们要说的 就是这群阴阳怪带节奏的 他们啊 跟阴阳博物馆的那是一群人 就博物馆的东西啊 那都是复制品 张头就来 只要有机会 能抹黑国家 恶心带节奏的 他们都不会放过 有些常识性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国啊 不主动发掘帝王灵物 这个是考古界的铁律 我知道啊 我说到这儿 肯定有人会说 那定灵呢 没错 就是因为定灵的发掘 有些文物保护技术达不到 造成了一些损失 所以说从此之后啊 我国就不再主动发掘 帝王灵物了 主要就是以保护为主 强救第一 这八个字的方针 一直到现在就没变过 我们说在哪种情况下 会发觉啊 一 就是被盗了 或者是被盗墓贼盯上了 我们知道 这些灵物 基本上就是一个个小山啊 都是在大野地里 你不可能 整天派着人在那盯着吧 他就有可能被盗墓分子所盯上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啊 当年海昏猴木就是啊 被盗墓贼给盯上了 还打了盗洞 但好在啊 那盗洞没有打通主墓室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才对其进行了发掘 另一种情况 就是在自然环境下 它遭到了破坏 比如地下水位升降的问题 假设 之前你这个墓葬 是完全埋在水下的 后来呢 水位下降 文物呢 它就暴露在空气当中 就可能会造成破坏 整体泡在水 其实是没事的啊 因为它隔绝了氧气 所谓干千年 湿万年 不干不湿就半年 你要是潮乎乎的 那就完蛋了 还有呢 就是地震等一些因素 造成古墓的破坏 就是在这些情况下 古墓才会被发掘 这个五王敦墓 就是因为被盗墓贼给盯上了 我记得当年 前些年啊 电视还报道过 它就是进行保护性发掘嘛 其实帝王陵啊 如果没被盗 它里边的文物啊 是非常多的 一座高等级墓葬出土的文物啊 能很轻松的撑起一座博物馆 对地方旅游业的吸引是非常大的 你比如说啊 秦始皇陵 跟李治武则天的千龄 这就完全没有被盗过呀 他们里边的陪葬品啊 撑几个博物馆都没问题 毫不夸张啊 大家看看湖南博物馆 一个马王堆汉墓 他就撑起了半个湖南博物馆 大家看看里边出土的东西有多少 马王堆汉墓那才什么级别了 诸侯国国相 秦始皇这什么级别啊 秦始皇墓里的东西啊 不敢想象 人就陪葬了 车马陪葬坑 你看看 兵马有 世界第八大奇迹 你敢想象主墓能出什么吗 其实为了发展旅游业啊 很多地方他都想发掘帝王陵 但是国家一知不许 因为这是原则性问题 也是行规 还有就是你挖掘帝王陵 文物保护的问题 它只是一个方面 最重要的是啥 是政治 伦理 道德的问题 所以说这是个常识性问题 我国不主动发掘帝王陵 只要发掘 就是保护性发掘 抢救性发掘 被动性的发掘 再有就是博物馆的那个问题啊 我之前就刷到过 啊那博物馆放的都是赝品 你这纯属就是睁眼说瞎话 造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我国对博物馆是有严格规定的 如果说展品外界 借给别的博物馆啊 或者说啊 它本身是你们这出土的 但由于其他原因 比如说战乱时期 遭到盗卖 它不在原地了 它有时间呢 这个博物馆就会放一个复制品 但是你在放的时间 必须要标注复制品 只要我们在博物馆 看到这个文物啊 没有标注复制品 它就是原品原件 这是有严格规定的 我还看到一些啊 更有甚者说 有的就被调包了 说这些话的 纯纯就是造谣了 完全不负责任 我给你一个富豪校尊 你敢要吗 大家都知道 故宫一个 河南博物院一个 怎么着 你拿出第三件 即使你拿出原件啊 也不会有人觉得 你那个是真的 所以说你调包是没有意义的 还有就是上三代的青龙器 它没有重样的 即使是那些出土时间啊 本身就是一对的青龙器 比如说富豪校尊 莲赫芳胡 它这种一对的青龙器啊 在大小上面 跟一些细节还是有差异的 古代纯手工的 你比如说施拉法 雕的蜡膜 你怎么可能做到一模一样 所以说只要出现 跟博物馆一模一样的 即使做的再好 那也是假的 有些东西 它是常识性的东西 新闻呢 也经常会提到 即使说好 你不知道 你稍微动手搜一搜 也能查得到 你造这种谣 有什么意思 对吧 什么目的 还有一些人啊 就爱说点怪话 觉得自己挺聪明 其实呢 白脖子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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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